你看看这个公司是什么样的情况 啊 这不是糊弄咱们吗 另外 这个公司的经理也不行啊 这人很差呀 这人就会说瞎话呀 成天不及取巧 金方邻居你们说是不是 对对对 经理啊 这样的活动 你认为能跟他签吗 你能给他盖戳吗 这个 能吗 行行行 行吧 别吵着了这 你这经理怎么回事 经理你说了不算吗 我说了算吗 算不算 算不算你心里 没个数吗 我说算了吧 对吗 你拉倒吧你 你什么呀你 你个经理 你听导案的你 那也不能听你这司机的 哎 哎 哎 咋来了哟 你这个经理是怎么当的事啊 啊 你这不整个一个糊涂蛋吗你 我跟你说啊 刚才我都听明白了 人家那个赵宝啊 说的是有道理的 我看人家都想当经理的料 我跟你说啊 你要这么干工作 早晚 把你这个经理给你撸了 啊 你真让我失望 你要气死我呀你 哎呀 哎呀 大爷来来来来 我扶大爷在这坐会儿 来来来 大爷 你别生气 大爷 哪有你这样干工作 我不好 大爷你别生气啊 我跟你说呀 其实吧 余经理啊 还是很认真工作 你年轻嘛 对吧 没有什么经验 容易上了个别坏人的当 坏人 谁是坏人 大爷 刚才有一个坏人 让我把这个合同 交上来的 大爷 您像这样的合同 如果在你们村 你们会怎么处理 要是在我们村啊 这不靠谱的合同 把当场就给它撕了 好 好 我觉得大爷这个主意 提得很好啊 这个余经理啊 你看你爸呢 是这个意思 那还磨叽啥呀 这就对了 我说小田 大爷 你觉得余经理这个处理 怎么样啊 余经理处理的对 我觉得这丝的还不够碎 小脸啊 爸 知道爸 为什么给你起名叫小脸吗 我就是想 让你给咱老余 就露一个小脸 没想到 你现在露大脸了 啊 哈哈 他那 就是要 踏踏实实的做人 认认真真的做事啊 你看你身边 这个赵宝安了没有 这是个好人 是个有能力的人啊 有他在 我跟你说 你这路啊 跑不偏 哎呀 我放心了 我该回去了 大爷 你看你刚来 你再住两天吗 哎呀 不住了 不住了 在那 怎么给你们呢 添乱 知道吗 爸 爸 那你就先回去 然后到家了 你给我打个电话 我送送你 不要送 不要送 送啥呀 别耽误你的正事 好好工作啊 那不是有司机吗 那他送送 对对对 那个司机 来来来 送送大爷 哎 好嘞好嘞好嘞 来来来来 司机 掺着大爷 大爷 不用掺 不用掺 没事没事 掺司机掺着你 不用掺 注意安全 我跟你说 小脸啊 我跟你说啊 以后啊 你就是升了董事长 也要记住 要全心全意地 为人们服 是 啊 好 大爷说得好 哈哈哈哈 我告诉你 大爷你长得真帅 你还别说 你爸这一笑 脸还挺长 我跟你说啊 小鱼啊 你看你爸爸 说得多好 是不是 啊 我跟你说啊 以后啊 可不许跟你爸爸 这么说瞎话 你要想干 你就好好地干 这回我真做了 嗯 我爸跟你说得多好 是 踏踏实实为人民服务 对 我回去干保安 嗯 我努力干 嗯 我就干个好成绩 我就当个真正的副经理 你看着 哎 不是 不是 那个你等会 你当副经理呢 我干啥去 你要相信我爸的眼光 啊 我爸说你天生啊 就是个好保安啊 啊 你个臭小子 去换衣服去 我这就换 我一会 哎 等会儿等会儿 等会儿 送走了吗 先别换衣服 咋的了 大事不好了 怎么了 你爸刚才走的时候跟我说啊 还要把你们村的李婶啊 张会计啊 还有老村长啊 都叫过来看看你到底长了多大的脸 哎呀 我这亲爹 爸呀 你先别走了 我跟你说实话吧 你一定要跟他说清楚啊 别着急慢慢解释啊 哎大姐 咱你斩起来给我盖个针 哦 斩起来是吧 放心吧 撕的还不够 撕 哎哎哎哎 给你撕 我这就只能干的话 我这就没见过 我这都不熟 我这都不熟 你这都不熟 你这都不熟 我这都不熟 谢谢观看